台北县在新庄这名68岁的老先生 每一天他都骑着拼装的三轮车 但是其实是涉嫌他以石荒老人的身份做掩饰 根本是沿街在偷取脚踏车变卖 今天上午警方公布了偷车的监视机画面 我们来看看目前最新的情况 连线给记者林博宇来为我们掌握 好的 主播记者所在的位置在新庄 分居一名68岁的阳姓老翁平常以石荒为生 透过监视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6月23号早上大概6点10分左右 一辆上面载着两个大床垫的拼装三轮车停在路旁 一名穿着小花碎裤的阿嬷下车走到对街上买东西 之后过不久呢 一位戴着浅色帽子黑色上衣的阳姓嫌犯走到骑楼下 把一辆脚踏车扛出来放在三轮车之后就离去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刚好对面神坛监视器全程拍下阳姓嫌犯行切的过程 我们来看看稍早警方的说明 民众发现到机车失去以后 他跟我们拍手包案 那也附了一个光铁上来 那我们的行者区同仁 就把这个整个券打开 再来要侦办的时候 就记住说这两个老人家的那个长相 那昨天在外面巡逻 有看到这两个老人家 因为天气太热 在路边吃冰 吃冰棒 盘查他把他带回来 他就坦诚说这个案是他们做的 至今已经犯下七骑脚丫车的窃案 警方将两人一窃到罪 韩颂 以上是现场记者所掌握的最新状况 时间还给棚内主播